她叫夏茂华,今年48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总说,她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更对不起两个孩子,尤其是大女儿,维维 有请 苏东老师好 你们好,你们好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欢迎你们二位 来,请坐 好,请坐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吗 我叫夏茂华,今年48岁 我要找我的女儿 在她五岁那年,我就离开她了 我没知道一个母亲的责任 现在都丢了七年了,我好像找到她 这是谁啊 这是个儿子 您儿子 这是女儿大,儿子大呀 女儿大 这是弟弟 您家里就这两孩子吗 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 从头儿跟我们讲讲吧,家里小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以前嘛,我以前嘛,就是我老公嘛,就是个母亲嘛,出来回来就发脾气 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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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喊医生来给他看,他是弄个的,但医生他说,医生来他也觉得医生,医生上去就走了 那时候儿子 我上班,中午,中午就是三点半下班,下个下午,就是四点半又上班,又上班 又上班,又上班,下个又,晚上四点多,就下班才 哎呦,这么辛苦啊 小时候我就在家里住了,住了三个多月 三个多月 挣钱多吗 四百块钱多 四百块钱一个月 哦 但是那样的话,你在外面打工,把你的小儿子,小女儿留给他们照顾,你担心不担心啊 担心,很担心,这个我的女儿,最担心我这两个害娃娃 兼职三个多月,老家回去,走着他就绝了嘛,我就坚持不了嘛 嗯,那怎么办呢 我就在大队,生产队嘛,就找他们嘛,公司嘛,我说,我和我这个老公,皇军,我见了,我就受不了了,就在那里嘛,我们就在南厂去,离婚嘛,离婚 嗯 身为妈妈的夏茂华,一直很纠结,她想过离婚,但又放不下一双儿女,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最终,万般无奈下,她还是选择了离婚,但从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刻起,她就对一双儿女充满了愧疚,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两个孩子 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告诉自己,无论今后日子过得怎么样,她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对两个孩子好,让他们过得好一点 她说,娃娃整年没没人,别的娃娃又没人,我说,我都娃娃没人,我就没办法,东西你那个家庭没办法 我啥个就代表,代表同学又去打工,打工又掉了个十点,十点她说,她啥个她去找人嘛,就是找服务员嘛,短菜修完那些嘛,我在这里又做,做到啥个,我人身旁边,嗯,一个修理 修理厂啊,修理厂的,修理厂,就是我接下一个丈夫嘛,现在的丈夫,嗯,接下一个丈夫,嗯,就是修理厂,她天天到我们店里都吃饭嘛,她说,你们就可以整个组合家庭嘛,她说,重新组合个家庭 我接下一个老婆嘛,就在大连,她有个兄弟嘛,她在一个修理厂嘛,修理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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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喊她,给我过去嘛,我俺在过去,她说,我们就把娃娃看了,我就过去了嘛,那里 去到大连了,离这么远啊,大连可在东北,离四川远了呢 东北大连 我去去到那边 好冷哦 太冷了 对 特别冷 对 那挣钱比以前多点吗 那下面就八九八九百万 就可以了 可以的 可以了 就是 啥个嘛 一到六月儿童节了嘛 六月儿童节 六月儿童节 就想起我老婆婆嘛 我是被和六月儿童节跳舞唱歌了 所以我那女儿 给到我那儿 跳舞上唱歌 我没得 我没得新衣服 我就上歌 我就回来 给到我老公 接下来 我那个丈夫 对我还是可以 两个娃娃 她是接到父亲的爱 她说要 我们头一天 看我 我就坐了二十多个小时 二十多个小时火车 坐到这下 去看个儿子嘛 等于六月儿童节 又回去给带礼物了 卖的啥呀 买的两套衣服 两套衣服 有人买两套 有人买两套 苹果 苹果 饼干 饼干 我看我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她太高兴了 二天跟着又带大连去了嘛 昨天带了一家嘛 带了一家 我们就上了嘛 上了给我老公说嘛 我说我们回去国家开一个 咱们给别个打工 我说带大连一远的 看娃娃也看不成 娃娃也大了 一远一大 你又带个远的 我说我的感情 父母打了这儿 儿子就不敢去哈 对 你给他远 我说我们回去 他老家嘛 国家开个学历部嘛 我就把学历 开起来开起来 做了两个门事 两套衣服 我说他 上个我就 你一家门上去 开个两三回嘛 开个两三买个吃的啊 买个穿的啊 他说我呀 我很想他呀 我没回去呢 我就找眼睹 我哭我走起哭 我想我那女儿来 我儿子就说 妈妈 我是我长大了 爷爷们 我就懂事了 我要到你那儿来 他说 对 那些就有四岁 我那儿就懂事了 我就回去 给我老公哈 商量就是 我们买房子 就是我们 赚了七年前嘛 赚了七年前 赚了多少钱啊 赚了有二十几万嘛 可以 也可以 我就在八重城里面 我城外买嘛 我就买了一套房子 我说我儿也大了 女儿也大了 我儿也下来了 就没骨头啊 对对对 我就去买一套房子 买了一百四十五个平方嘛 可以啊 一百四十多平方 三十两天嘛 你买去 我管他过儿 我儿大了啊 就是说 我娘过家啊 他也回来了嘛 回来赚了 我赚了个女儿 赚了 我女儿就是 十四岁多了嘛 十四岁多 到十五岁了嘛 女儿出去打工去了 去哪儿打工啊 打工就 他爹爹了 我们过头 你们就过喊叔叔嘛 我们就喊爹爹 他爷婆婆就过打电话嘛 就管不管女儿呢 有病了 他说 有病了啊 有病了 精神不好 他说 我就喊我老公上去 就把他折下来 折下来 他多胖 特别胖了 对 又不说话 又不吃 以前女儿瘦吗 瘦 又八九十斤嘛 八九十斤 那很瘦啊 很瘦 那后来多胖了 大概有一百四十多斤 这是不是跟吃药有关啊 对 是有点关系 女儿生病了 这对妈妈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她一心想对两个孩子好 一心想让他们过得好一点 但女儿不但没能过上 妈妈想象中的美好生活 还生病了 妈妈觉得 是自己对女儿照顾的太少 没有给女儿应有的爱和陪伴 才让女儿生病 她对女儿的愧疚和自责更深了 我的老公 这个老公就接她下来 接到我家里 我就慢慢地调养她 这种油 就是种油 种水油 就调养她 她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 她吃饼干 吃饼干 我就说她 她啥个 她就笑 她笑啥子 她说你不说话 你不吃 你不喝 我要了 你听话吗 我就买裙子 给你买手机药 什么买 我就说她 她一好就把话说 说她说 妈妈我要裙子 我就跑到盖上去 给她买裙子 买了她高兴吗 还高兴 穿上回来去穿上 穿上啥子 她又说 妈妈 我要手机 她爸爸跟着我们 下午的路点钟 骑个摩托 打盖上去 我们给她买一块钱 打盖上去 给她买这个手机 大姐 你是不是也觉得 小时候可能 照顾女儿少了 有点亏欠 对 所以女儿又得病了 就想 想要什么 我就满足什么 只要病能好 但是尽力满足 现在经济条件 比以前好了 对 所以我那年 就把房子买了 她过去 把房子买了 其实我也装心 刚修那一百四十平米的房子 我去装心 我就炸过 就好了 好了嘛 好了我又把她送回去 我过去给她奶奶打电话 她说回来了 她说奶奶 她说她回来了 她高兴完了 她说 她就问她爸爸要钱 她爸爸没给去 她问她爷爷要钱没给去 我问她婆婆 奶奶要钱没去 她也问她爷爷要钱 爷爷给她 他问她座子 我买裙子 又买裙子 买了裙子 她就 啥子她就没回来 上街她就没回来 上街去买裙子 就再没回来 没回来 她就啥子 到了十点到一点 就打电话 打电话她就没回家 啥子我们说 她还是肯定到外头外 大概上街说 等了三四点 她还没回来 我们都去找 我都还没回 八周 我就啥子 我亲眼去到 去问她婆婆 一奶奶都来找 找到 懂我的这个人 所以就一直没有 一直到今天 一直没有 一直没有 就是 就是弄过去的 多少年了 那下二十岁 我见的二十岁 走丢的时候二十岁 二十岁 那是哪年 而那是十年 二零一四年 到现在是七年了 夏茂华觉得 自己没能给女儿完整的家庭 没能拿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 在女儿生病后 还没有看护好女儿 她觉得女儿所有的不幸 都是因为自己身为妈妈的失职造成的 今年已经是违未走失的第七年了 七年里的每一天 对于妈妈夏茂华来说 都是一种煎熬 她担心女儿过得好吗 病情有没有严重 越想 她就越发地怪自己 这份深深的自责和愧疚 让她无法原谅自己 我记得姐姐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妈妈跟爸爸离婚了之后 我跟姐姐在一起 那个时候我七岁 姐姐九岁 我经常跟姐姐在一起玩 当时家里种农活 然后爷爷 奶奶 爸爸也比较忙 平时都没有时间管我们 我记得有一次晚上 爷爷奶奶爸爸都还没回来的时候 然后我就肚子比较饿 然后我就给姐姐说 我肚子饿了 然后姐姐当时就说 她说弟弟你等着 然后就在那个 我们农村那边有一个地窖 地窖里面加了两个红杀 红薯 红薯那一种 然后夹了 她说弟弟你等一会儿 姐姐给你看红薯吃 然后姐姐就把那个红薯 然后放在烧柴火的那一种 那种锅里面 然后就把两个红薯 一边放一个 然后呢 烤了差不多十来分钟的时候 姐姐就会拿一个火钳 然后把红薯翻个面 差不多烤了将近二十分钟 姐姐就跟我说 弟弟弟弟红薯好了 她说你快过来吃红薯吧 姐姐就拿了一张纸 把红薯的皮剥掉了 剥掉了之后 然后就把它剥成两半 剥掉了一半 她说就给我 然后姐姐就吃少剥了一半 当时觉得妈妈说说走了 但是姐姐一直照顾我 当时还觉得还是挺幸福的 姐姐对你也很好 对 姐姐小的时候就对我很好 小的时候姐姐没有什么问题吧 小的时候没有 特别好 对 特别好的一个姐姐 然后平时吃饭也会很照顾我 经常给我夹菜 然后给我盛饭 我记得姐姐当时走到两三年后 我们家里经济抚贫 然后国家给我们补助了一些钱 然后当时我在外面上班的时候 上了两三年半 我自己也存了一点钱 当时就是想着修个四十一厅的房子 修个新房子 对 修个新房子 想着姐姐以后如果回来的话 都会有助的 给姐姐多修出一间房 对 多留着一间 然后把房子修好了之后 然后差不多隔了两三个月 我就看见奶奶 然后就买了一架新床回来 我就问奶奶 我说奶奶为什么买一架新床 她说姐姐以后回来的话 可以住在新床上面 当时那个床是红色的 因为姐姐以前的话 就喜欢红色的颜色 就是这个床 对 还铺上了新的床垫 新的褥子 对 新的被单 对 还干净的时候 她奶奶也会定情地 把她的房间 然后被子拿出去晒一晒 床单也拿出去晒一晒 当时就可以想着 姐姐如果以后回来 不管她以后嫁不嫁人 结不结婚 回来都一直有个地方住 所以家里人都在盼着 姐姐的回来 对 问问妈妈 如果今天能够把女儿找回来 你想对女儿说什么 说她早时回家 有病我开病 我病就好 那如果女儿还像以前一样 可能啥都不懂 不懂我还是像以前 给她轮回支 给她轮回 将近她 把她病将就好 照顾她 照顾她 好 我们希望你们一家 能够今天实现愿吧 我也不知道 她想不想妈妈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她认得妈妈吧 我也不知道 变好没有 ären liv 他们开始 agers 来 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还有点陌生 对 有点陌生 毕竟好多年了 跟我们民政的人员在一块 跟他们是比较熟的 哎呀 多好的女孩啊 漂亮 对 长得漂亮 大家一直在笑 其实她很开朗 来 上台接 慢一点 慢一点 来 请坐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请坐 请坐 来 院长坐在 您坐在边上吧 陪着点 好 陪着点姐姐 你是妈妈呀 你跟我讲的 你叫妈妈的吗 认得过吧 听话呀 认不认得过 别着急 别着急 你跟我说你认识她吗 认不认得过 咱们先听听具体是什么情况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陌生 到底什么原因 我们慢慢说 好不好 来 许悦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 阿姨 这位是四川省达州市 通川区社会福利院的 邓昭辉院长 这些年其实一直是 邓院长在照顾我姐姐 他是在6月6号那天 他走丢的 对吧 14年6月6号 在7月20号那天 就被好心人 送到了达州通川区的 社会福利院了 就送过去了 送过去的时候 身体的健康状态 是没有太多的问题的 但是精神状态 不是很正常 刚来的时候 他不说话 反正也没什么表情 我们问他老爸 半天也不清楚 他多大了 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 然后我们就把他 送到医院去进行治疗 治疗以后 就规范还不错 但是还是不说话 根据我们的条例 就说救助站三会以后 要转入安置 我们就把他 从救助站 转入了福利院 到福利院以后 我们就来取了个名字 叫福采凤 叫福采凤 是吗 福采凤 然后啊 但是很听话 也很乖巧的 很爱干净 房间随时打烧得很干净 阿姨 这样我们呢 也给您准备了一段 女儿在福利院生活的视频 您看一看 了解一下 然后咱们得慢慢地 跟她接触 好不好 好 您看看她在福利院 怎么生活的 好 我们一起看看 这她自己整理被子 她很爱干净的 对 这不很好吗 对 日范 打球 看看看看 那是谁 所以可以和她 打打羽毛球 打打好 可以看吗 对 跟她做做游戏 都可以的 多好啊 都好 好不好 好 好 可以吧 慢慢来 好 找到了就好 打打 如果你家里有亲人 是这种精神啊 或者是 智力上有障碍呢 走失的话呢 就要登陆我们的 全国救助行情网 去寻找一下 可能这种找寻的时间 等待就不会这么久 也祝福你们一家 以后越来越好 再次祝福你们 来 谢谢你们 走吧 没事 没事 慢慢走 慢慢走 不着急 慢慢来 妈妈牵着去 没事 没事 慢慢来 慢慢来 女儿找到了 妈妈终于可以不再那么自责 她可以继续用爱去呵护女儿 在民政部门的细心照料下 女儿的病情也稳定了 虽然突然见到妈妈和弟弟 女儿显得还有一些陌生 但经过短暂的相处后 但经过短暂的相处后 女儿马上就认出了妈妈和弟弟 我听不到我们听清楚 回来我们听清楚 妈 再次感谢民政部门的细心照料 也祝福着一家人 团圆幸福 我听懂的说明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